我想我要把接下来要讲的一些原则和一些具体的事情联系 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清楚的想象到 你们在建立自己生意的过程中要达到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这些更高级别也许是直系也许是翡翠 你们中间有些人的下一个更高的级别也许是钻石 在这里我们要谈的不是让你们跳两下不是跳三下 而是你接下来即将要走出的下一步 不论这个接下来要走出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只希望你能清楚的看到它 以便把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到的一些原则运用到 让你从现在这个地步走去你想去到的下一个级别 这里还有另一个方便要注意 那就是你需要帮助多少人走上他们的下一个级别 以便你自己可以走上你的下一个级别 根据你的下一个级别的不同 要帮助的人数也有所不同 但是不管你的下一个级别是什么 你都要清楚知道 要帮助多少人走到他们的下一步 你才能走到你的下一步 现在原则是如果我们付出 我们就能得到 有一个著名的人说 如果你能帮助足够多的其他人 得到他们想要的 你也能得到你想要的 对吗 如果你和我能够帮助足够多的别人 去到他们下一个更高级别 那么我们自然会去到我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这是大自然的互惠法则 互惠法则说 只要你付出 你就有回报 首先去尽可能好的 向别人付出 然后帮助他们走得更高 我们自己也能自动的走得更高 根本不必花力气去抢过他 事情就会发生 你所找到的这些人究竟有什么特点 让你可以帮助他们走上他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呢 你们多少人已经发现 并不是每一个你帮助去到他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的人 都允许你去帮助他们的 你们能感觉到吗 并非所有人都允许你们去帮助他们的 因此允许你去帮助他们的这些人 比我们打电话或者去见面的人要少 为了找到这些人 我们需要运用一个成功法则 好了 我本人并不一定很喜欢这个法则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成功法则 简单来说 它就是你要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再说一遍 我并没有说我喜欢这个法则 但是我发现 无论我是否喜欢这些成功法则 我曾经试过不喜欢某些法则 去用不同的方法做事 但是成功法则仍然没有改变 你们多少人注意到 成功法则是不会变的 他们就是他们 因此很久以前我就决定 不会再和成功法则对着干 不管我喜不喜欢 我都会利用它来工作 我们今天谈的成功法则是 和很多人去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意思就是 在你找到允许你帮助他们 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的人之前 你必须要穿越许多人 和很多人交谈 以便发现那少数几个 你命中注定要一起合作的人 这些人才是我们要寻找的人 然后我们一起去建立一些庞大的愿景和使命 当然也有一个生意 但是要找到这些人 我们必须要穿越许多人 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这里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 如果你和我一起建立愿景和使命 当然也包含一个生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 运用这个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的成功法则 我们所发现的少数几个人 那些允许我们帮助他们 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的少数人 那些命中注定要和我们合作的少数人 那些也相信要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的成功法则的少数人 他们就能走到外面去 发现很多人 这个时候 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了 这个时候 事情就开始变得令人兴奋了 然而成功的代价 必须在前面付出 并且必须全额支付 但我们付出了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的代价 那么这些少数几个人 就会走出去 为我们找到那些许多人 为了找到一个对我们的工作 生意有着重大意义的人 可能需要一百个电话 可能需要和一百个人建一百字面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 这个能和我们保持一辈子合作关系 对我们有着重大意义的人 打一百个电话 值不值得呢 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是坚韧不拔的人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是坚持不懈的人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是脸皮厚的人 不能一失望就倒下来的人 在座朋友 有多少人经历过 有人答应和你在某个地方见面 但是最后他们却没有来 在我们开始做这个独立生意之前 电话在我们看来 只不过是一堆塑料 在我们开始自己的生意之后 我们必须给别人打电话 邀请他们来看一个生意的机会 突然之间电话变了 我们看看电话 又看看名单 再看看电话 发现它开始长出长长的尖牙 凶神恶煞的样子 朝我们吼叫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是电话变了吗 不是 电话并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我们看待电话的方式不同了 当我们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克服的是拒绝 让我们花两分钟来谈谈克服拒绝 你们知道 你和我不愿意多打几次电话 不愿意和某些人见面 害怕给某些人打电话的原因吗 有些医生 能不能害怕给他们打电话 与他们分享生意机会 但是我这辈子碰到很多医生 他们告诉我 他们不想再当医生了 当医生的压力太大了 他们没有家庭生活 随时候命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 当我们看到医生的时候 心想 他们是医生 他们不需要机会 但是外面有许多医生 看起来有身份 有地位 实际上 他们却在等待 在寻找那些 能够帮助他们 摆脱医生的压力 和紧张的途径 我们不知道 别人的情况如何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和别人交谈 是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 我的上一本书中 也提到了 克服拒绝的问题 在这里 我只想谈几个 克服拒绝的原则 你们知不知道 在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的时候 那些我们害怕 会拒绝我们的人 害怕与他们 谈论机会的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 事实上 那些我们害怕 会拒绝我们的人当中 百分之二十的人 会到我们遭受不幸的时候 幸灾乐祸 而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 则毫无感觉 而这些人 我们居然害怕 他们会拒绝我们 他们根本毫不在乎 实际上 我们最害怕 会不会拒绝我们那些人 并不是我们要找的 那少数几个人 那些我们害怕 会拒绝我们的人 是我们要穿过去的人 从而找到 我们真正要找的人 当我们与那些 我们命中固定 一起合作的人相遇的时候 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他们能够看到我们 向他们呈现的愿景 能看到梦想 会加入到我们当中 那些我们害怕 会拒绝我们的人 并不是我们想要 一起合作的人 克服拒绝 如果有人和我们 交谈两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就拒绝了我们 那么这不是真正的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 得到足够的信息 来合情合理的拒绝我们 他们只不过 和我们交谈几分钟 怎么可能那么快 就拒绝了我们呢 他们也许说 我已经试过那个了 我干不好销售 我没有时间等等 他们还没有得到 足够多的信息 去真正拒绝我们 很多时候 当我们向别人讲一个 可能让他们去到 下一个更高级别 让他们得到自由的机会的时候 大部分人拒绝我们 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拒绝我们 他们拒绝的是 他们曾经被拒绝过的梦想 他们曾经梦想过自由 他们可能为这个梦想 努力尝试过 但是失败了 现在当你和我告诉他们 有新的可能性 有新的机会 让他们去到生活中 一个更高级别的时候 他们想起了自己 曾经梦想过 尝试过 失败了 所以他们拒绝了他 因为他们想起了 那个时候的失败经历 你们同意吗 因此 我们别把这个问题 看得太个人化了 很多时候 别人似乎拒绝了我们 其实 这和你和我 根本没有关系 你们怎么知道 他们夫妻俩 那天有没有吵架呢 如果有 他们极有可能 听不进去任何人 说的任何话 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 重新步入正轨 至少 我是这样的 如果我和妻子出现不和 我就很难听进去任何事情 直到这个矛盾解决了 我和他又和睦相处了为止 所以 有些我们认为是针对我们的拒绝 如果我们 把他看得太个人化 我们的情感 就会受到伤害 很多时候 这些拒绝与我们无关 而是有着其他理由 那个人可能需要调整某些事情 或者需要修复某种关系 所以 一个星期后 两个星期后 一个月后 半年后 再拨打那个号码 与那个人交谈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他们第一次拒绝我们的时候 很可能脑子里正在想别的事情 而现在 我们在生活的另一个阶段 与他们交谈 他们就会接受或者敞开心扉 听我们说了 看到了吗 最开始那个拒绝 并不是对我们的拒绝 与我们没有关系 而与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有关系 好了 关于克服拒绝 我就谈到这里了 如果你和我要去到我们所说的 下一个更高级别 你能看到 你想把你的生意 建立到的下一个更高级别吗 如果 你们想去到你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第一 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 每一天都让我们保持目的推动 当我说 每一天都保持目的推动 最打动人的是目的和推动两个词 但你们知道 每一天都保持目的推动 这句话当中 哪一个词最有力量吗 是 每一天 如果你和我能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 一周的事情也就做好了 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了 一个月的事情就做好了 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了 一年十年 一辈子的事情也就做好了 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不懈的 每一天都把事情做好 那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把你自己的生意 想象为一架喷气式飞机 在每个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意 在每个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的 每个月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额外的力气 推这架飞机 才能让它重新离地 因为上一个月已经结束了 把你的生意看作一架飞机 每个月开始的时候 你开着飞机沿着跑道滑行 你们注意到没有 当飞机刚刚起飞的时候 你肯定要很用力地推发动机 我曾经与飞行员交谈过 我问他们 飞机起飞的时候 是否要把所有发动机的力量都用上了 每一个飞行员的回答都是没有 我们没有把所有力量都用上 实际上发动机还有一些力量要留着 以便应付可能遇到的麻烦 或者做点其他事 但是当我乘坐飞机刚刚起飞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确实用了很大的力量 去推所有的发动机 但是一旦飞到了两三千米的高空之后 他们就把发动机的油门关小了 当飞到五千米以上的高空之后 他们再把发动机关小 当大型747型飞机进行越洋飞行的时候 在一万两千米的高空 你甚至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 他们把发动机的油门关到了最低限度 把你的声音看作一架飞机 在每个月开始的时候 你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完毕 准备起飞的时候 是不能不使劲推动发动机的 这是成功法则之一 在每一个循环开始的时候 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 才能让它动起来 我们打很多电话 我们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我们让自己被目的所推动 然后产品销售出去了 生意发展不错 五六天之后 我们看了一圈 发现我们正在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们决定要休息一天 所以我们就休息了一天 休息一天并没有错 但是你们知道吗 大多数时候 休息一天变成了休息两天 三天四天五天 当我们回头一看 我们有将近一个星期 没有打电话了 我们没有与人们见面 谈论那些可能性了 已经将近一个星期 没有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了 然后我们发现 我们的生意飞机正在降落 我们发现一个月 已经过了一半 如果我们不赶快 让我们的生意重新回到正轨 我们就有麻烦了 所以我们又一次 让我们的生意飞机 在跑道上滑行 我们把油门推到最大 用尽能量让飞机起飞 我们打很多电话 与很多人交谈 我们发方式的工作 五六天之后 我们的飞机重新回到正轨 顺利的飞行 我们又一次向目标迈进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又认为自己应该休息一天 因此在同一个月之内 我们第二次休息了 当然休息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休息一天 又一次变成了两天 三天四天五天 然后我们再抬头一看 才发现我们再次 让我们的生意飞机降落了 这已经是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 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事 这个月就不妙了 所以我们又一次 让我们的飞机生意进入跑道滑行 把全部能量都用上 让飞机起飞 那个月我们第三次飞起来 我们发疯式的工作 再次进入紧张状态 一个人可以那样做 他甚至可以在月底实现目标 但是如果他的一个月之内 重复那样做三到四次 月底的时候 他会是什么感觉呢 他肯定会疲惫不堪的 有人一个月之内 可以那样重复做三四次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我可做不到这样 有些人说 我们有必要的条件 他们说 那些领导人拥有好条件 但是我没有 事实是 所有人都有条件 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个人 都从身体上精确上 情感上准备好 去做这些上上下下的事情 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构造 是让我们把飞机开上天 然后让它保持在那里 如果你和我能够每天晚上 对着镜子说下面这几句话 为了走到下一个更高级别 把你的生意建立到更高级别 如果你和我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如果你和我能够在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对着镜子说下面这几句话 我可以保证 总有一天 你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 如果你和我每天晚上 都能看着镜子说 总有一天 我们可以和很多人交谈 找到少数几个 我们怀着信念工作 所有的事情 似乎都进展顺利 人们总是答应我们 产品卖出去了 事情发展顺利 人们不再那么拒绝我们了 总有一天 会是这样的 而也有很多日子 我们打了很多电话 做了很多工作 怀着信念前进了 当这些日子结束的时候 我们已经请了最大努力 做了所有我们认为 应该做的正确事情 而且是怀着信念做的 但是一点好事都没有发生 在座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一天 不管那一天过得如何 不管有没有好事情发生 不管那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取得好成绩 但是我们做了那一天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 每一件事 事实是 当有那么一天 所有的事情都顺利 人人都说好 人人都参加到你的生意里 很多产品都卖出去了 所有的事情都很好 事实就是 这都是因为我们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了 我们有足够的日子积累起来 我们保持目的推动 直到最后 我们迎来了 只有好事发生的某一天 这一天的好结果 其实不是我们那一天 做出的结果的努力 而是我们在之前的很多 没有好事发生的日子里 持续努力的结果 然后在一天之内 所有的好事情都发生了 如果你和我能够 不论这是好的一天 还是坏的一天 不论这是一切顺利的一天 还是你不知道 有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只是努力做了 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 不管是怎样的一天 如果你和我 能够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真诚地说出这样一句话 真诚地说 那么你和我保证 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不管是建立自己的生意 愿景 使命 还是其他方面 我们每天晚上 对着镜子 真诚地说的这句话就是 今天 我没有让我的飞机降落 不管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挤了自己的 最大努力 我们就挤了自己的 最大努力 不管那一天的结果 是好是坏 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和我 能够在每一天 结束的时候 看着镜子 对自己说 今天 我没有让我的飞机降落 各位朋友 你保证 能够取得巨大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和我 在每一天 结束的时候 能够对着镜子 说出那句话 那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保持着动视 而动视 就是创造 巨大成功的理由 所以 我们把我们的生意飞机 推上了天 并让它保持在那里 我们和很多人交谈 去找到少数几个 每一天 我们都保持了目的推动 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是创造长期动视的来源 我们必须保持目的推动 什么是目的呢 简单来讲 目的 就是使你想去到 下一个更高级别的 一定要有的十个理由 我鼓励你们这样做 我自己也这样做过 单独去到一个 不受打扰的地方 准备五页纸 在第一张纸上 写下所有 使你想去到 下一个更高级别的 一定要有的理由 我们的理由 就是我们的目的 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可以是家庭理由 可以是个人自由的理由 可以是许许多多的理由 但是什么 是你的一定要有的理由呢 那就是别无选择的理由 使我们一定要去到 下一个更高级别的理由 然后把它写在第一张纸上 你可能会写下 六十个七十个一百个理由 拿出第二张白纸 把它一百个理由中的 前五十个写上去 然后拿出第三张纸 把第二张纸上 那五十个理由中的 头二十个理由写上 再拿出第四张纸 把那二十个理由当中的 头十个写上去 最后拿出第五张纸 把那十个理由当中的 头五个理由写上去 这样做可能要花一个小时 你可能花两个小时 但是不管我们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写完所有的一定要有的理由 找出五个最重要的理由 以便能够使我们保持目的推动 这是我们最值得投资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理由是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 我们要找到那些理由 找到使我们生意飞机保持在空中飞行 使我们每天都能对着镜子说 我今天没有让飞机降落的目的和目的的推动 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是以一个步骤开始的 那就是我所说的跨越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跨越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这是简单的一句话 每一次我们想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的时候 这句话都会出现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打个比方 我们把我们的生意看作是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轮船 这艘船在某个地方跨越了一条隐形的界限之后 由于耗油过多 它已经不可能掉头回到它出发的地方了 它必须继续向前朝着目的地前进 朝着下一个更高级别前进 这就是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再比如一架进入跑道加油前行的飞机 当加速度到某一点之后 它的轮子开始提升它离开地面 由于它已经划过太长的距离 已经差不多到了跑道的尽头 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起飞 一旦飞机离开地面 这就是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一旦飞机去到空中飞行 它的轮子被折叠起来收进飞机下面 飞机从房屋的上方飞过 这时候飞行员不能够说 我们要把飞机降到地面上 飞机已经跨越了不能回头的临界点了 当你和我看到我们想要去到的下一个更高级别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建立愿景 建立使命 建立梦想 建立自由 每当我们想从现在的位置 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的时候 都有一条我们必须跨越的界限 我们必须自觉自愿跨越那条界线 那个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当我们跨过那条线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主要的变化 在我们做出跨越临界线的承诺之前 我们站在界线的错误一边 可以打电话 可以努力工作 可以做许多事情 但是在还没有跨越这条线以前 我们站在错误的一边 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放弃 然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彻底的决定 我们跨越了那条界线 跨越了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当我们跨越那条界线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决定 决定我们在思想上和心上 再也不会放弃 换句话说 从我们跨越那条线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知道 再也不能选择放弃了 在座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是在哪一边的 当我们看到 自己想去到的下一个更高级别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 是站在还可以放弃的错误的一边 还是站在再也不能放弃的正确的一边的 我想说一件既简单又实用的事情 帮助你们建立自己的愿景和生意 站在临界线错误的一边 我们都知道怎样给别人讲解机会 解释愿景 解释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的可能性 我们的讲解技巧肯定是不错的 但是就算我们知道了讲解技巧 就算我们与某个人分享机会 就算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分享 开始与我们靠近 也许他们在寻找一些东西 但是当他们开始靠近我们 如果我们站在错误的一边 就会有事情发生 站在错误的一边 我们仍然认为可以选择放弃 无论站在错误的一边 还是正确的一边 我们都在表达一种个人魅力 我们在表达一种别人能抓住的感觉 在表达一种自信或者不自信 在错误的一边 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解释生意机会 但是即使听的一方觉得有道理 但是在我们说的那些话语的下面 透露我们在内心深处的个人魅力 在错误的一边 我们可以讲解得很好 听者也觉得有道理 但是这种隐藏在潜台词中的个人魅力 从我们的心里流露出来 去到他们的心里 无论你嘴上说了什么 这种从我们的心里流露出的魅力 是不会说谎的 在错误的一边 你说出来的话 可能满美无瑕 然而你的魅力却在说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只是在练习讲解而已 而事实上 我随时都可以放弃 我可能一天之后就放弃 我可能一个星期后放弃 如果我一个月以后 我还在这里 那就真是奇迹了 但是请你参加我的生意吧 因为我需要你来让我成功 这个是别人 从我们有些人那里得到的 来自他们心里的个人魅力 因为他们还站在临界线的错误一边 随时可以选择放弃 不论我们说的话多么有说服力 大部分的听者会怎么做呢 后退 大多数时候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犹豫 为什么会说不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个人魅力 当有人尝试向你卖东西 当他把东西卖给你之后 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你知道他说的一切 听起来都是不错的 这是感觉不对 在座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经历 这就是个人魅力 与言辞不相符的情况 但是当我们跨越了临界线 去到不能回头的另一边之后 截然相反的情况发生了 站在临界线正确的一边 一个人不需要有很好的讲解技巧 甚至可以讲解的一团糟 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但是通过内心层面的个人魅力 我们其实是在向别人传达一个信息 是的 你能看出来 说话和讲解不是我的成像 但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起参加到这个生意机会里 你永远都不用怀疑 我会百分之百和你在一起 我们会解决问题 我们会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面对困难 一起享受成功 一起跌倒 一起站起来 一起想办法 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就一起去寻找领导人 我们向他学习 然后再想办法 如果你和我一起参加这个生意 我们会一起去到一个又一个的更高级别 直到我们两个人都完全自由为止 这就是我们站在正体的一边之后 表现出的个人魅力 许多人会认可我们 而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认可我们 他们只知道你的个人魅力让人感觉和你一起很好 这是领导力转移点 当别人参加你的愿景 你的使命里的时候 当别人参加到我们这个机会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成功 所以参加到我们中间 大部分人参加我们 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好 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机会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 他们甚至没有想过要成功 他们知道的所有事情 是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好 而与你在一起感觉很好 是因为你是做出决定的那个人 你是那个说 我要跨越那条界限 我要跨越不能回头的临界点 我要抱着信念前进 我没有在寻找五个认同我 然后我才去做 实际上如果有一百个人拒绝了我 那只意味着我穿过了一百个人 但是我会找到一个 我会找到两个 我会找到三个 我会找到四个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那几个我命中注定 要和他们一起合作 而他们也命中注定要和我合作的人 然后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强大的愿景 一起建立自由 这个圆表示外在的自我 中间的圆点表示真实的自我 外在的自我是由身体思想意志情感组成 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思想意志和情感 当我们说到跨越临界线 去到一个不能回头的临界点的时候 我们是从真实的自我这个圆圈 而不是从外在的自我这个圆圈 开始行动生活和做生意的 现在请大家多把手放在胸口心脏的位置 这才是真实的你 你们住在里面 隔着小小的窗户 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往外看 而我也住在里面往里看 你很难看见我 我也很难看见你 我了解我的妻子朱莉 我知道真实的她是怎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读她的眼神 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真实的她 这就是我所爱的女人 为了真正看到别人真实的一面 需要集中注意力 需要有眼神交流 有人对我们只是匆匆一撇 当我们经过别人身边的时候 如果仅仅是经过 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人们真实的一面 所以从错误的一边到正确的一边 个人魅力是如此重要 因为这正是个人魅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站在临界线错误的一边 仍然可以选择放弃的话 我们的内心会觉得摇摆不定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另一边 不能选择放弃 我们就会很有信心 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会放弃 任何我们介意别人做的事情 我们都能信心满怀的去做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从内心来讲 我们凭着信念来运作 从外面来说 我们要控制恐惧 在内心我们是在流动中 而在外面我们在挣扎中 你们是否看到流动和挣扎的不同太大了 当你在流动的时候 给别人讲计划 与挣扎的时候 给别人讲计划 有没有区别呢 他们如何感觉与回应呢 当我们在流动状态工作时 我们是在吸引别人进入生意 而当我们在挣扎状态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在抓住别人进入生意 吸引别人进来和抓别人进来 有没有区别呢 当然有 当我们尝试抓别人进来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我们需要他们 如果有人给我讲解一个机会 我觉得他们需要我 如果我不同意 他们就不能成功 我会有多想加入他们给我讲解的机会呢 一点也不想 如果他们需要我 否则就不能成功 那么我参加的 就肯定不是很有力量的 有着大愿景的人 但是如果他们给我讲解一个机会 又不是拉我进去 而是吸引我 事情就不一样了 当你们吸引人们的时候 你们说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计划 这是他的潜力 这是你能去到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但是就算你邀请他们参加你的生意 参加你的愿景 参加你的追求自由之路 他们从你身上散发出的个人魅力当中 会读到这样一条信息 虽然你邀请他们合作一个生意 但是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你都会照样去到你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当然 我们并不对人们说出来 而是要让他们从我们身上感受到 如果我们要说出来 就显得粗鲁了 如果我们要说出来 便会冒犯他人了 根本没有必要说出来 如果我们在内心里 有了如此的承诺 人们从外面一定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个人魅力 我们根本不需要说出来 他们会明白到 我们的心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我们完全专注在他们身上 我们邀请他们 与他们分享 同时他们也会明白到 无论他们加入不加入你 你都会迈向你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你知道吗 当有人愿意和你在一起 喜欢你 但是却不需要你 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你们在谈情说爱的阶段 是否遇到过 有人黏着你不放的情况呢 你一转身就碰见他们 因为他们总是在你的周围 一开始 这还算是有趣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他们总是无处不在 无时不刻的黏着你 总是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你怎么办呢 只有逃跑了 对吗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种黏乎乎 纠缠不休的感觉 是很令人心烦的 同样 如果别人 也觉得我们 总是黏着他们 纠缠不休 他们也会逃跑的 但是 如果我们是在吸引他们 我们对他们说 你愿意加入这个 能让你获得自由的伟大事业吗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 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他们看到我们继续前进 和其他人谈话 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便会说 我最好还是跟上吧 以免坐师良机 他们走得好快呀 明白了吗 这就是吸引 在心里 我们是在积极主动 在外面 我们被动回应 我们花了如此多时间 对外界发生的事情 做出反应 很少有时间 去主动做事情 在内心 我们认为我们有价值 但是在外面 我们需要应付一种 没有值得的感觉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 值得走上下一个更高级别 我们肯定会去到那一个更高级别 因为我们的行动 会加强我们对自己值得 获得某种结果的信念 另一方面 如果你和我觉得 自己不值得走上 你憧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将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之一 要么我们永远不会走上下一个更高级别 要么我们会自我短路 最终还是让自己回到 我们认为自己值得的那个水平上 因此 当我们迈向下一个更高级别时 要提升自己的价值感 这一点十分重要 否则 我们可能还是会回到那个低水平上 我就有这样的经历 我曾经去到一个更高级别 但是我没有在自我评价上面下功夫 即使已经去到了那个级别 我仍然觉得自己不配在这里 于是我停止给顾客打电话 我刻意地打压自己 务求让自己跌落到原来的位置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在这个高度 大家理解吗 这种自我价值观 就是在内心 我们觉得很安全 但是在外面 我们却总是跟缺乏安全感打交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 思想 意志和情绪 这些是我们被赋予的 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运用的工具 就像我们用螺丝刀拧螺丝钉 用铁锤钉钉子 用锅烧水一样 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工具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工具 来建立人际关系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工具 来建立生意 我们运用这些工具 来做生活里的一切事情 它们只不过是工具 但它们确实是工具 我们的身体是工具 我们的思想 意志 情绪 也是工具 普通人并不知道 这些只是工具 他们认为 他们是有着思想的身体 他们在镜子里 看到自己的身体 他们意识到 自己有思想 就到此为止了 那就好像一个木匠说 我就是我的锯子 我就是我的螺丝刀 我就是我的铁锤 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一位木匠大师 我们可以夺走他的所有工具 即使他没有了一切工具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木匠 他还是可以再找到一套工具 他还是可以做出同样巧夺天工的作品来 与使用先前那套工具时 所制造的作品 同样的精妙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木匠 是在他的心里 因为他能使用任何工具 因为他们不是他们的工具 他们是他们自己 天赋和才华 在于他的心里 这就是魅力所在 他跨过分界线 说一旦我开始做这套柜子 我就会贯彻始终 除非我完成它 否则绝不放弃 如果这块边不够方正 我要重新做 直到它方方正正为止 如果这个面打磨的 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就会把它拿掉重新做 直到把我想要的效果 打磨出来为止 我会把这套柜子 做到我一直想象的 下一个更高的级别 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前 我绝不会放弃 那才是大师 那才是天才 那才是有创造力的人 那才是他们内心的那个人 他们所使用的工具 只不过是工具而已 我们的身体 思想 意志 情绪 这些都只是工具 我们不是我们的情绪 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高兴 那确实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情绪是多变的 当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的情绪可能会上到这里 我们的思想也会来到这里 我们的意志也会来到这里 因为听到了好消息 我们的身体也会感觉精力充沛 五分钟以后 你接到另一个电话 是一个很坏的消息 我们的身体和情绪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急转直向 对吗 听到坏消息以后 意志力完全消失 身体像立刻被抽干能量式的 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工具的一种反应 我们的情绪 思想 意志力 甚至身体能量 都可能会干涸 五分钟以后 又接到一个电话 刚才那个坏消息是错的 事实上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突然之间 我们的情绪和思想 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又立刻飞上云霄了 对吗 我们的意志力又回来了 身体充满了能量 蠢蠢欲动 是什么改变了呢 是因为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了吗 不是的 事情没有不同 不同的是我们的感觉 而我们的感觉 是由于电话上说的那些事情带来的 比如那些所谓的好消息 坏消息等等 有多少人知道 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 其实与现实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呢 他们与现实是什么样子 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有一个叫罗杰班尼斯特的英国医科大学生 第一次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了一英里 在他之前 人们想尽办法 让人在四分钟之内跑一英里 所有匪夷所思的方法都用完了 都不成功 自从1954年 罗杰班尼斯特用不到四分钟跑完一英里以后 许多人也做到了同样的事情 今天高中生 大学生都能够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 那么在罗杰班尼斯特之前的几百年 几千年里 人们为什么不能跑出四分钟一英里呢 因为在他做到以前 人们的感觉 也就是在人的双耳之间 那六英寸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在人们的观念里 四分钟之内跑一英里是不可能的 你们多少人看到钻石 有着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我有幸能够近距离接触到这些杰出的翡翠和钻石领导人 我可以在一旁看着他们 而不必讲话 我只需要站在一边 看着他们 听他们讲话 他们是那些已经在四分钟之内跑一英里的人 他们已经做到了 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和我只要看看那些杰出领导人 看看他们做的事情 就足以使我的心里充满信念 让我相信 我可以走得比我以为能走到的地方更远 那就是我们怀着信念去工作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身体思想意志情绪 这些都是我们被赋予的工具 而我们其实是内心的那个人 你们向下一个更高级别迈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是否能够每一天都持续不断的待在正确的一边 尤其是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而不是轻松的日子里 在一番风顺的日子里 当你们给人们打电话 他们回来了 然后你去见他们 他们也真的来了 那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 你和他们见上面 他们说 我们一直等着你来 见到你 我实在太高兴了 当一切紧如人意 我们就感觉不到拒绝的刺痛 如果我能向你保证 你接下来打电话的那一百个人 当你说 你好 我是某某 我想和你分享一些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谈谈 而那一百个人 个个都回答说 你打电话过来 我太高兴了 我一直等着你打电话来呢 我听说 你在做一些很好的事情 我倒是担心 你不给我电话 邀请我加入你的生意呢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见面谈谈呢 我想尽快开始 越快越好 我想迈向下一个更高级别 实现我的目标 越快越好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如果我能向你们保证 接下来你打电话的一百个人 都会这样回答你 那么你多快能打完那一百个电话呢 如果我能向你们保证这一点 我想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都会立刻走出房间 我讲什么他们也不听了 开始打电话 我根本不用再听这个家伙讲了 我要赶紧打完这一百个电话 但是真相是 我并不能向你们保证这一点 古语说你们要了解真相 因为真相能够帮助你们自由 真相就是 你和我所交谈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回答 这与你和我无关 另一个真相就是 我们在谈克服拒绝 但是另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拒绝 带来的消极影响的真相 我经常谈到转折点 引发我们心理和思想 发生转变的一些重要事件 这个转折点就是 大多数人错过他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大多数人错过他们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是因为在到达那里之前 他们耗尽了心理和情绪能量 他们不够坚持不懈 无法走到那里 此外还有另一个转折点 大多数人 当我们给他们讲解某个概念时 他们并不是真正拒绝我们所说的事情 他们只是出于心里有一种低的自我评价 或者是自己不值得成功的感觉 从而表现出拒绝 你们多少人发现 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人的反应 更多是倾向于消极的 而不是积极的呢 当你走在大街上 找到一个积极的人 比找到一个消极的人 要难多了 甚至在你们的家里 找到消极的人 也比找到积极的人更容易 看到了吗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拒绝给个人化 当我们走出去 向任何人讲解任何一个机会 任何一个可能性 任何一个获得更高层次自由的方式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 在我们和他们接触之前 他们的自尊已经掉到如此低的地步 以致他们很可能 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任何事情 抱以积极反应 所以当人们拒绝我们的时候 你和我都不应该太介意 因为这与我们无关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 已经如此消沉落魄 他们的自尊已经处于赤字状态 关于克服拒绝就谈到这里 让我们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能取得的成功程度 取决于我们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能否坚守承诺 持续行动 而不是在容易的日子里这样做 在容易的日子里 一切事情都发展得很好 人人都很积极 每个人都很有善 你很容易能保持信念 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 你很容易能够充满信念 看到你的价值 你处于安全的环境中 你流动行动和吸引 关键是我们走出这扇大门 回到外界的大众里的时候 所以在最艰难的日子 我们如何才能保持信念和行动呢 这才是带来最大不同的因素 我记得在1989年的时候 我有过一次持续29天的头痛 常话短说 当时这个剧烈的头痛 每分每秒都在折磨我 每天我睡觉的时候头痛 醒来的时候头痛 整整一天都疼得眼花缭乱 半夜醒来头还在痛 我去看医生开了药 但是医生也毫无头绪 究竟什么导致我的头痛 医生说从身体上 查不出什么特别的病因 然后我做了一次自我检验 自我梳理 我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 问神啊 到底是什么问题 检查不出理由 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头痛呢 我对自己进行了全面搜索和检查 发现我的头很痛 是因为我的心在痛 我的心之所以痛 是因为我一直待在一个低的水平上 比我原本应该待的时间更长 我知道我要去到一个更高级别 我知道我要跨越一条线 跨过那个不再回头的临界点 但我一直待在那个比较低的级别上 当然在一定的时间内 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在这个低水平上待了好多年 几年之前就应该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了 这导致了我心里的痛 又导致了我身体上的头痛症状 当我弄清楚我的头痛来自这里以后 我就开始祈祷 神啊 你为我指出一道门 你指点我如何走出这个困境 你让我去到哪里 我就去到哪里 长话短说 后来有人给了我一盒磁带 当时在我处于那个较低水平上 我正在做美国广播公司属下的一个本地电台节目 每个星期五天 我的工作地点离我的住处有一百公里 所以我每天都要敢去做这个每天广播的节目 我知道我的下一个更高目标 是要从做本地电台的节目上升到 去到全国全世界演讲 写作和做节目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我的思想画面里看到这一切 但我还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件 多年以前我就应该迈出这一大步 去达到那个更高级别 但是不知道为何我抗拒这样做 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个水平上工作也很辛苦了 我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舒适区 我不停地在这个较低水平上挤奶 心想我不想承受更大的压力 我不想跨过那一条线 我不想设定更高的 需要我走出舒适区才能实现的目标 正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做 我拖延了它 继续待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我现在才如此痛苦 话说回来 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盒磁带 演讲人已经是全国性的演讲嘉宾 而我还在为是否迈出这一步而挣扎 他的名字叫做莱斯布朗 1989年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莱斯布朗是谁 但是拿到这盒磁带以后 我每天都打电话给他 一旦我开始和这个人解密工作 而他已经去到了我想去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就好像你和那些已经去到你想去的 下一个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一起工作那样 他们就知道如何把你带到下一个更高级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 这个人已经做到了我想去的更高级别 我从心里知道 我命中注定是要和他一起工作 他也命中注定和我一起工作 这个时候 每一天我给他打十到十五次电话 连续打了六个星期 即使是星旧和星期天 我也会在他的留言机上留下口信 我第一次给他打了十多次电话的那一天 他的员工认为我疯了 你们有多少人会一天给一个人打十几次电话 连续打六个星期的 那真的会把他给整晕了 但是你们看到 我是如此专注 我大步跨越了那条线 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时做的很多事情确实是不合情理的 确实像个疯子 但是当时我不这么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眼睛只盯着一点 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时间 我在那个低级别上待得太久了 以致我觉得浑身难受 我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尽快摆脱这个可怕的低级别 赶紧去到下一个更高级别上 因此一天打十几次电话 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太多 如果你和我渴望去到的下一个更高级别 或许需要大踏步 用尽所有力气才能到达 那么你和我可能必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加快一些步伐 提高一些业绩 注入一些精力 让别人看到我们 认为我们很疯狂 为什么你要打那些电话呢 为什么你要见那些人呢 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人能否做成 还要和他们一起工作呢 因为我们有着使命 我们有着远见 我们有着目的 他们在鞭策着我们 至于这个人能否做成 至于那个人能否做成 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 我会继续在人群中寻找 我会和很多人交谈 如果我和很多人交谈 我就会找到那几个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如果我想更快找到那几个人 我就必须更快和更多的人交谈 如果我想慢点找到那几个人 我就慢点和更少的人交谈 于是我开始不断给莱斯打电话 直到有一天 莱斯给我打电话说 你好 就是这一声你好 我飞到了底特律 莱斯和我开始一起做演讲 事情发展开始顺利起来 我辞去了在电台的工作 在电视台的工作 搬进了莱斯家的第三个卧室 两个星期之内 我们走遍了全国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有一天 我的车被偷了 而他发现 他的员工在账本上做手脚 转移他的金钱 而且没有为他付账单 他失去了他的房产 我们被迫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在第一个搬出他的家 睡办公室地板的夜晚 我望着窗外对自己说 莱莉 你疯了 你在做什么 你在外面口口声声 和人们谈成功 而你却要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我拿出接待室沙发的三个坐垫 铺在地板上 这是我第一次 要睡在三个坐垫上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 今天人们才刚刚 在这些坐垫上面坐过 我不想太长时间 想这件事情 然后我想到 他们为什么会坐在这些坐垫上呢 他们坐在这些坐垫 等着进我的办公室 让我给他们做个人指导 然后为这半小时 或一小时的指导付费 这就是他们做这些坐垫的理由 然而现在 我却要把这些坐垫 铺在办公室地板上 当床睡觉 因为我没有钱 给自己头上安个屋顶 你们多少人认为 这里有问题 但是当我发现 当我睡在办公室地板上 我必须处于这个圆的中心 而不是边缘 是什么使我们处于原点 而不是处于充满不安全感 和恐惧的外延呢 那就是思想 我们的思想 创造了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观念 创造了我们的现实 我们的现实创造了我们的生活体验 一个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 他就是什么样子 我们随着我们心里想的内容改变而改变 我们是我们全部思想的集合体 如果我们认为赚钱很难 那么对我们来说 赚钱就真的变得很难 如果我们认为赚钱不应该很难 如果我运用双赢法则 如果我能够帮助足够多的人 走到他们的下一个更高的财务水平 我也自动会被赋予更多的福气 去赚更多的钱 因此赚钱不应该是难的 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思想 来代替旧的思想 生命中的所有事情 都有一个所谓的废物排除功能 也就是排除旧东西 用新的东西来代替 好像我们吃尽食物排泄废物 我们也需要每天刻意的去思考 克服拒绝的负面影响 利用坚韧不拔的力量 以确保我们能够留在这个原点 而不至于被冲到边缘 如果我们能每一天 都用真正成功的思维 来代替老旧思维 从早到晚 这意味着我们的理念 也在每天发生改变 越来越向积极的一面靠近 越来越向信念靠近 那将会改变我们的现实 当他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坚信信念的目的 那就是我们相信的目的 一旦我们的现实发生改变 我们的生活也就发生改变 更新的思维 让我们得到了改变 我在办公室地板上睡了六七个月 直到有一天 我打出了我的第一天六百个电话 当时我已经有六七个月 没法付电话费了 我再次打出了一个电话 打给一个钻石 那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 我的朋友说 也许他们想请你去演讲 那是1989年的时候 他说没错 请你来给我们演讲吧 当时我还不知道钻石是什么 我去那里做了演讲 自从那一次以后 像今天这样的会议 专门为独立生意人的演讲 自从1989年到今天 我面对面交谈过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了 流通了几十万本书 一百多万和我的磁带和CD 通过系统去到独立生意人手里 有一次我去巴黎演讲 我太太和我一起去 她选择一些地方去 她喜欢去热带国家 或者美丽的地方 例如巴黎或者加勒比海 寒冷的地方 她就不去了 我们尽情享受巴黎的风情 美极了 所有这一切祝福 那些演讲 书 磁带等等 都来自我睡在办公室地板 六七个月后的那一天 我打出的第1600个电话 我打出了那个电话 就得到了如此的祝福 这一切都是打出 那一个电话的结果 我发现在办公室地板上睡觉 正如一个人通过读大学 或者通过经历一些 艰难困苦 能做到思想替换 我也可以通过睡地板 进行思想替换 我们必须每一天 都更新我们的思想 虽然我睡在地板上 但是那条 以真相为基础的成功原则 永远都发挥作用 无论我是睡地板 还是睡在价值500万美元的房子里 那条以真相为基础的成功原则 都不会改变 我想和你们再谈谈 思想交换或者思想替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幅画面 你现在坐在一位朋友家门前 你和朋友正坐在那里聊天 你六岁的孩子和他们七岁的孩子 正在前院玩球 你看着孩子们 以确保一切都很安全 你和朋友正在聊天 你向那边望了一眼 你看到那个球 从你六岁孩子的手上 传到他七岁孩子的手上 然后滚到大街上 你再一看 一辆卡车正在向你的孩子的方向 快速开过来 时速大约60到80公里 你知道你的孩子 并不知道卡车正朝他开过来 你更不确定卡车司机 是否意识到你孩子正在前方 但是你没有时间细想了 你从朋友门口的椅子上弹起来 把腿就跑 飞身冲向马路中间 一把抱起你的孩子 纵身一跃跳到马路边上 在你冲过去的时候 你的鞋跟擦到了卡车的侧门 你发现自己 在马路对面的草地上翻滚 怀里紧紧抱着你的孩子 你说感谢上帝太危险了 现在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 什么事情 能让你们不从椅子上跳起来 冲上马路去救你们的孩子呢 没有任何事情 为什么呢 我有四个孩子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你们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你和我都是百分之百目的推动的 不是百分之十 不是百分之九十 甚至不是百分之九十八 我们是百分之百被目的推动的 换句话说 我们会百分之百的在这个原点上 也就是我们怀着信念行动的地方 而不是待在那个充满恐惧和不安全感的边缘 当你看到卡车冲向你的孩子 你冲下马路去抢救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是否会想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呢 不会的 这种想法绝对不会穿过在你和我的心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被如此强烈的目的推动着 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会毫无条件 百分之百目的推动 在抢救孩子的情形下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被目的推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目的非常清晰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孩子 对于在座的父母来说 当你们家的孩子正在成长的时候 他们吃不吃饭并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事情 他们是一定要吃饭的 我们总会想方设法的为他们找来食物 他们穿不穿衣服也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事情 我们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穿上衣服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再次看到 在和孩子们相关的事情上 我们是如何百分之百的目的推动 因为我们已经跨越了那条线 越过了那个不能再回头的临界点 一切都在于我们如何留在原点上 而不至于飘到边缘上 是什么理由使一个人能够留在中心 而不至于漂流到外面呢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 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思想 一个男人和女人是怎么想的 他们总会成为那个样子 不是一个思想 而是全部思想的集合体 思想的集合体会形成一种理念 在理念阶段 我们就形成了对事物的固有看法了 我们从父母媒体学校宗教等等方面 汲取各种思想 还有从朋友电影音乐书籍等方面 汲取各种思想 它们逐渐成为我们的思想 也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当这些思想与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 足够长以后 它们便成为我们的现实 在现实阶段 另一个法则会发挥作用 那就是精神法则 他说你相信什么 什么便会发生在你身上 一旦我们相信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它就会显现为我们的生活体验 它会显现为一种我们想要的生活体验 或者是显现为一种我们不想要的生活体验 因此 如果你想要改变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 包括生意 或者你正在建立任何一个有远见的事业 或者持续不断的成功的方法 就是我所谓的思想交换 或者思想替换 所谓思想交换或者思想替换 就是把消极的思想替换成积极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思想集合体 然后我们的理念就会改变 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信念 也会自动发生改变 因为我们改变了思想就改变了理念 继而改变了我们的现实 最后我们得到一种更好的或者说更成功的生活体验 我们去到这样一个位置 那就是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留在正确的一边 流露出正确的个人魅力 充满信念的魅力 领导人的魅力 当其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实的 他们知道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 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表达 有了这种诚实承诺和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着别人的眼睛 他们就知道我们是真诚的 然后我们便会成为生活在正确现实里的人 这种现实来自一组正确的思想 如果我们希望改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绝对没有什么捷径 只能彻底改变我们的思想 这里有一个挑战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做了大量研究 他们研究出这样的结论 普通人每天的自我对话中 有87%都是消极的 作为人 我们每天产生的想法 大约在四到五万个之间 而其中87%都是消极的 我们的思想创造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生活体验 我们的思想将会决定 我们是生活在圆的中心里 还是生活在这个充满恐惧 不安全感和无价值感的边缘 此时我们无法带领别人 因为我们连自己都很难带领 如果说一个普通人每天自我对话的 87%都是消极的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情况 让我先明确一下 我认为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普通人 因为你们来到这里参加了这个周末聚会 如果这里的朋友自我对话的87%都是消极的 他早就已经找出各种理由不来参加了 比如太冷了太远了 我要照顾孩子 他们不愁没有借口 但是你和我做出承诺 来到这里 外面有许多自我对话的87%都是消极的人 都没有来 好了 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生活 请看这张图 如果这条线表示我们能够生活的最好程度 那包括精神上心理上和人际关系上 当然还有财务上和生意等方面 而这条线表示我们能够的生活的最糟糕程度 那表示普通人只能享受到他们可以获得的好处的30% 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人心里的87%的消极思想 为他们创造了87%的消极理念和消极现实 最后表现为87%的消极生活体验 他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但是他们却无法避免 因为普通人心里87%的消极思想 会为他们创造87%的消极理念和现实 继而显现成为87%的生活体验 如果一个人努力改变自己 进行思想交换或者思想替换 过滤掉消极的思想 吸收积极的思想又会怎么样呢 消除消极的自我对话有两个方式 第一 你和我可以进入自己的内心 审视自我 寻找消极的思想 然后消灭它 从而改变我们的思想集合体 不过这种做法有一个弊端 由于你深入自己的内心 去挖掘和拔除消极思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你注意到与否 你都会受到另一个法则的影响 这个法则就是 无论你关注什么 它都会放大和倍增 因此 如果我们深入内心去寻找 我们深入探究去关注他们 消除他们 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可能会黏住你不放 而你本来是想要摆脱他们的 因此 摆脱消极思想的方法 不是深入去探寻他们 而是大量吸收以真降为基础的成功原则 大大增加其吸收量 就好像你们在这个生意系统里 这个绝佳的生意模式里 已经在做的事情那样 我们利用书籍 CD 会议 培训 指导 咨询等等这些工具 其实就是要进行思想交换和思想替换 甚至听正确的音乐 也是一种思想交换和思想替换 任何一个充满生机 健康成长的生物体 都有着功能和运作良好的废物排泄系统 我说的足够文明嘛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只动物的废物排泄系统 不能正常运作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一定会生病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只动物的废物排泄系统 完全衰竭了 他一定就会死亡 如果在生理上 一个运作良好的废物排泄系统都如此重要 想想看 在思想上建立一个良好的废物排泄系统 消除那些消极的自我对话 是多么有必要啊 一个人每一天刻意的进行思想交换 或者思想替换 就是这样的作用 如果他开始的时候 每天自我对话87%都是消极的 那么通过思想交换或思想替换 就会把它降低到80% 73% 50%等等 最终的目标是 在生活的任何一方面 完全清除自我对话里的消极思想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进行思想交换 或者思想替换 我是指听正确的CD 读正确的书 咨询更高级别的领导人 听正确的音乐 和积极正确的人交往 就像你现在所做的一样 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足够多以后 他们的基于真相的成功思想就会多一倍 比如从13%的成功思想 上升到26% 他们的生活也会得到加倍的祝福 多交流和替换他们的思想 而思想是他们理念的源头 最后成为我们的信念 成为我们的现实 最后在精神上 心理上 人际关系和生意等各个方面 显现成为一种受到更多祝福的生活体验 非常感谢各位 再见